大家好,我们今天开个粉丝的盘 然后2T的硬盘,我们为什么找了个3T的盘去做配件呢 我们应该2T的硬盘都知道 可能是两张盘片 你看这个是三张盘片 然后六个面 正常的话应该是两个盘片,四个面 这是2T的 所以这个盘是3T硬盘魔改的 所以我们找配件也必须得找3T的硬盘 所以说吧,我们找盘 有些粉丝自己找配件 它怎么也找,找不对 对啊,它本身就是3T的硬盘 干嘛,你找2T的肯定找不对 因为这是后贴标的 正常的盘,应该这个盘是白标 你看它现在是绿标 为什么成2T呢,它是减容了 就是因为盘片有坏档 一减容,以后不良商家又重新二次使用 修改固件,屏蔽刺头 最后成为2T了 基本硬盘都是一个面是500G 因为现在有点瓦盘 可能能达到1T的数据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个面 500G 我们要用这个3T的硬盘 去给它更换配件 我们找配件的时候一定要记切记啊 这个数字很重要 04B7 04B7是就是我们刺头的放大器号 因为每个硬盘 如果你不开盘的话 你不知道刺头是不是对 所以说我们要开盘以后再去看 那就太浪费这件了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 先匹配这个刺头的放大器号 你看了吗 这个是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是6个面的 要不然你都拿不对 好的 我们还得把这个盘上的这个 这拆下了 为什么要拆这个呢 待会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盘有可能它是摔过了 只是粉丝说它没有摔 因为摔没摔过 然后不是你说了摔没摔 我们看一下它原来的 原来的放上去了 它原来的已经坏掉了 我们不管它了 先把我们的好的人再装上去 先把这个再装上去 这个是停车区 如果我们不换停车区的话 我们上多少次都也没有用的 最后还是在换 因为刚才这个已经换掉了 所以总的已经能换掉 可能是摔了 但是粉丝说它没有摔 这我们就不纠结了 摔没摔了 反正我们只要找到原因 把数据提出来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如果进到这 如果有阻碍的 我们千万不要强制 先往里面推磁头 不然的话我们磁头又会坏掉 我们先把磁头都固定 这个螺丝上上去 在这 我们看这 有个批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看见了吧 这个地方有个批味 所以导致的刺头也打坏掉了 我们先上一个螺丝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把刺头推进去 推进去如果有法案的话 我们要调整这个 这个收地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取出来了 因为你要是它有点阻碍 你要是实际往里面推的话 把刺头又会坏掉 好嘞 到这一步我们就不太紧张了 一定扶住它 不让它动 好 这样的刺头已经卡死了 我们再上这个刺头这个 螺丝 现在我们刺头已经更换了力 还把它两体的给它盖上吧 不管在多好的环境下 我们还是要吹一下 就是灰尘越少 我们做出越来越痛快 还有为什么这用盘 刺头更换完了之后不能直接使用 就因为它有大量的坏道 导致了我们无法使用 在正常的PC上 死记 根本就读不了数据了 所以还用专业的设备去提取数据 所以说大家不要自己开盘 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开盘 环境 还有设备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刺头都是一次性的 一般情况下这个刺头 只要换上去 不超一个礼拜 自然损换 好的 这两提形盘我起死回生 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做镜像 无微也能看到了 然后我们展开一下 好了 本视频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有喜欢董哥师弟们 点点的关注 点点赞 然后有喜欢学习这个的 可以联系董哥 哎呦 这盘片不太好 有敲盘了 好 再见